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关于这几个法利塞人来到耶稣更前 要求耶稣离开这里 因为他们的解构就是 黑洛德要杀他 如果只是从这一句话我们去分析 好像他们是善意的 担心耶稣遭遇苦害 可是耶稣现在回答他们的问题 清晰地向我们说明了 今天明天后天 耶稣意识到自己的事成他没有到 所以他也知道黑洛德不会加害自己 黑洛德其实是一个混血军王 拥有犹太血缘关系 所以说他管理着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一方面有犹太人无法去翻抗他 另一方面他又特别的 特别的对政治 对自己的意图 特别的重视 不过他的信仰是什么样的 一个重视权力 一个重视显示的人 那么很鲜然的 我们在分析这一句话的时候要想一下 耶稣所说的这个黑洛德 就是象征这个世界 他就如同一个大的黑洛德 当耶稣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大黑洛德想消灭耶稣 于梦芽状态 所以才让耶稣 他告诉若瑟 连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 跑到埃及去 那么我们看到 小黑洛德 听到耶稣的名声 也曾经质问耶稣权力的优来 并且告诉说 由权力来释放 为什么耶稣现在 给黑洛德一个 称号是护理呢 护理是交渣的 护理是交渣的 甚至有的时候呢 护理还会装死 身上呢还会发出一些 好像丝尸的气息一样 让其他的那些动物不去伤害他 所以耶稣向我们说 你们去告诉这个护理 我今天明天驱魔止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要完成 其实圣经只是一个因子 它要引导我们 不是回到黑洛德那个时代 也不是回到耶稣那个时代 而是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仍然有很多很多的黑洛德 黑洛德就可以说是权力的象徴 那么我们知道 有一些面对权力 恐惧害怕的人 如果我们被这些权力 所震慑住了 自然而然的 我们的信仰就会搭折扣 我原来曾经在四字旺旗穿教的时候 去过小启部 记得很清楚 说圣父你走吧 离开这个地方吧 因为你凑脚走了 后脚人家要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知识在那会儿 搭了一站 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其实真的在闲着 有很多的人也是一样 你听话吧 你不听话 人家不让你进堂 你听人家吧 你不听人家呢 你就不能够正常地读信仰 但是耶稣说了 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我们知道 那是天主的城 那才是天主的屋台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耶路撒冷呢 弄缩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耶路撒冷 耶稣必须要来到我们内 与我们结合了 告诉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私于自己了 好能够把他的生命传递给我们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耶路撒冷 真的是派极限制 活海限制的耶路撒冷 因为真的在我们内里呢 有一些圣影 这些圣影就像把真理之光 遮盖住 就像把天主 就像把耶稣 驱如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耶稣今天说 哀哭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杀害先知 用势头砸死那些奉命到你这里来的人 其实 在我们显示的信仰当中 有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 圣父也曾经遇到过 圣父 现在已经合意了 我能不能进教堂呢 不外乎 就是说 想让圣父给你当一个挡箭 哎呀 圣父说了 可以进他了 其实 将来守圣派的时候呢 是你自己到天主面前守圣派 圣父负责圣父 所应该担负的责任 但是作为教友呢 你是有理智的 有分辨能力的 即使有分辨能力的 你自己就应该去分辨 而不应该说 圣父说了 能够进教堂的 真的 一样吗 现在的教会 真的一样吗 其实每个人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 谁也知道 谁是正确的 谁是错误的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教会 也是一样 连政府官员也知道 谁是正确的 谁是错误 唯独我们教友 自己却不知道 弄着烟警 进堂吧 最要能让烟警 最要能把圣公 最要能领圣地 都醒了 不去分辨 因为 在末世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的人 要加毛摩西亚的名字 说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哪里 到底基督在哪里呢 基所称为是一个基督 你从外表不会看出他来 就如同我们所看的西游记里边的 镇佳汤森 他们的夫者一样吗 他们的声调一样吗 他们自己 所有的外表 你根本分辨不出来 或者镇佳悟空 你从外边能够分出来吗 根本分辨不出来 但是耶稣说了 从夫者 从外表 从厌性 从教训方面 分辨不出来了 要从他们的锅实上 去加以分辨 好树 不会结带锅子 呆树呢 也不会结好锅子 所以你说你的对 他说他的对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在爱的洁明之内 哪一个人没有坚持真理 那就是错误 所以在今天我们仍然还要倡导 为什么这些法利塞人要派击耶稣呢 他们其实并不是关心耶稣 而是不愿意让耶稣赖到这里以后 绕了他们国群那种正常的 习惯了术实的生活 就如同上午 神父跟教友们分享的 在以八年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 冒出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论点 来攻击我们中国的书籍主教 其实真的咱们现在说了 我曾经看到过书籍主教一次方谈 在那个方谈当中 问他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书籍主教 难道我没有资格去了解 去认识 去看一看 关于临时协议上 到底允访协议协议协议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公布宇宙呢 其中的秘密在哪里呢 尽量是隐藏的 书籍主教说 按我自己的推理来说 那很鲜 yourself 有建不得认得的秘密 不过这是一个 ны端的或者是 无限 但是我们今天应该知道 书籍主教 是中国教会的最高的教会负责人 他改例来说 应该庆除命运 因为他是我们的导师 他会引导着我们 可是他说了 我从来没有见到 临时协议上写着什么 从来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看看 当他发出圣印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都在攻击他 甚至他自己相赖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也禁止他 爬入中国的领土 他只能够在香港的 特区的移民 所以 诸教的声音 我们也应该听一听 我们的分辨分辨 我们当地的这些幻觉 去年很多教友 感觉到很困惑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要是继续就这样走下去 那就证明过去的老主教 康的这一面信仰的气质 已经错了 也就是说 国去那些为信仰 眷居坐牢的人 他们都是糊涂的 愚蠢的人 所以 耶稣在今天 告诉了我们最真实的一面 真正的限制 是说真话的 可是说真话是不受欢迎 所以限制 要遭遇迫害 这个迫害呢 还不是外界迫害 而是天独的酸民 用势头炸死了那些 奉命到耶路撒冷 穿搏信息的人 所以 耶稣 向当时 未怪的人进来 几个法利塞人说 天独对他的酸民 怀了一种 挚爱的心情 多少次 想举替他们 如同目击 举替消极 在自己的翅膀低下 为的是 保护这些消极 免得空中的飞浅 来刺激 所以 看吧 你们却偏偏不愿意 去听真话 那么我们每个教友 面对显在的信仰 真的 他不用说是居民了 如果让圣父拥有一个 舒适的条件 恐怕现在早都已经有了 一般年的时候 还坐在哪里 周书记还说 你这一上来 跟我们的级别一样了 一个月那五千块钱 我跟他说 我用那些切杆什么呢 我也不养家 我也不活 可且真的 如果 专化了 你 偷瞧瞧地掩盖着 欺骗教友 能不能呢 我们要获出我们自己的信仰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教友 我们担心 我们自己遭受诅咒 就如同耶路撒冷一样 拒绝了限制 便遭受了诅咒 同样 我们这个限制 耶稣赖了 赖到了这个世界上 接着神使赖到了我们自己之内 告诉我们 替我们每个人死了 为的是 把他的生命 种植在我们的生命之内 让我们一个一个的 如同 云后春孙一样 成为一个祸的基督 成为一个祸的耶稣 来让天主的国 因着我们的烟 因着我们的性 收到先养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 八五号 要努力地为真理作证 去充当先知 因为我们首席的时候 已经拥有了 私地 先知 及君王的使命 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为信仰做了简证 这样了我们必定能够在 荣福的国度当中 与耶稣 一同的威王 耶稣 他才是万世的君王 而世界上 任何一个超代 他最多 祸上一百岁 感谢观看